淡菜、豆梨还有金银花都是马祖原生物种 希望借由这些农余产提升观光产值 连江县政府跟物丰的亚洲大学产学合作 克服技术上的困难 成功为淡菜去腥延长保存期 开发出了热水冲泡的方便粥以及调理包 让在地美味带着走 也以豆梨以及金银花开发出保养品 双方正式进行合作一项签署 也对外发表成果 马祖特有的淡菜美味与金银菇等高鲜食材搭配 看来相当的美味 不仅如此在亚洲大学的研发下 更变身成了方便粥 热水冲泡就可以马上品尝 而这两款美食都让淡菜成功走出了马祖 采用的是真空冻结干燥 第一个维持它高品质 把所有的营养都保存在里面 第二个它是热开水一泡 它护水性非常的好 口感也非常的棒 调理包是用高温杀菌 联江县佛在大力推广 这个淡菜养殖部分 那这一年的产值大概接近 大概六千万到八千万 所以这对我们地区来说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海产的产业 我们希望借这次机会 然后跟亚洲大学做合作以后 我们希望把淡菜的它的实用价值 利用价值提升到最高的境界 针对另外两种的在地原生物种 豆里以及金银花 也在亚洲大学师生团队的研发下 开发出了保养品 延传性及保湿度都相当高 而JTN也正式对外亮相发表成果 那豆里其实它的抗氧化成分 是不输金银花的 那我们这次是用豆里的叶子 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够去开发 它的豆里的花或者是果实 那这次我们开发的产品 是乳液的部分 因为在秋冬的季节 其实我们皮肤在外面风吹日晒 很需要这个皮肤的一个保护跟修复 希望赋予在地农余产有更多产值 连江县政府与亚洲大学产学合作 以原生物种来开发新品 而这天双方更签署了合作意向书 成为伙伴关系要共同努力 生物科技特别食品营养 食药用菇类这部分 我们有很好的研发的成果 我们就希望说进到大学的社会责任 把这样的一个研发的科技成果 寄转给我们的产业地方政府 能够协助地方的产业的发展 不论是淡菜的方便美食 还是豆梨以及金银花开发出的保养品 技术都移转给马祖的在地业者 双方也期盼能够透过特色产品 来提升在地的产业能量 带动当地经济 继续电话台中采访不到